这下雨天雨水怎么会直接冲进了家里面呢 高雄市前进区的瑞源桥才刚刚改建完工 但事后民众却发现啊 这个引道高出两旁民宅 足足有40多公分 这个路口还只有两个非常小的排水孔 居民说万一下大雨 这个雨水会直接的灌进家里 怎么会这样 我家门前有斜坡 博游路面还比住家高了40公分 路旁还只有两个小排水孔 让居民大骂太离谱 实际拿宝特瓶来测试 从路面一放宝特瓶就立刻滚向民宅 波渡可以想象有多抖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 机车骑士在经过引造时 也得先爬坡再下坡 市府成亲是桥面排水考量没有设计不良 如果居民有所疑虑 市府将在民宅旁增设排水孔 解决排水问题